《雙蓮畫》 選了兩幅 它是一個雙蓮畫 同一幅畫 就是我們的第一幅畫 然後它的細照 跟細陽 這個是細陽已經變紅了 這個是白天太陽剛出來的時候 我想講的是 它的人生哲理是我們要學習去體會 生命不會結束 我自己的日落 一定是別人的日出 因為我們太陽要下去的時候 我們覺得有很多傷感 可是你忘了地球再過去一點 它正在日出 我們的人生如果真的會結束的話 就沒有蘇東坡的宋詞 我們也沒有莎士比亞的羅密歐爾朱利耶 也沒有蕭邦的葉曲 更沒有玄奘的中義佛經 我想這些東西都是表示說 它的生命沒有結束 它的生命是靠另外一種形式 呈現在你的面前 所以古時候稱這個為智慧 既然必要日落細照 就要練習將自己的細照 成為其他人的晨曦 因為太陽只有一個 我們的生命練習是理解凡事 都是有條件而短暫的存在 古時候稱這個有條件 而短暫的存在叫做空 很多人覺得說空這個字 好像是什麼都沒有 不是 空是有的 它只是有條件而短暫的存在 就像我們人生一樣 我有條件 我身在非洲 我就變成非洲現在辛苦的樣子 身在台灣算是幸運 所以那個是條件 但是無論如何它都是短暫的存在 空不是沒有 而是時空環境變了 就不再存在 比如說蘇東坡的人不在了 但是他的作品還在 古時候稱為緣起 信空跟真空妙有 緣起就是條件成熟了 他會在 但是他的本質是 直到條件不見了 他就不在 但是重點是這四個字 真空妙有 就是短暫而有條件存在的生命之中 創造一種意義 北齊的劉咒他寫了這個 他說日月是天之文也 山川是地之文也 語言是人之文也 天文如果出了問題 就有這史之變 地文如果出了問題 必有崩潔之災 我們現在就是在發生這樣的事 整個地球就是都到處 不是起火就是幹嘛 人文如果壞掉了 必有傷身之患 人文的基礎是什麼 語言 所以我們要很重要的就是說 我們的嘴巴裡講出來的話 我們寫出來的東西 其實都非常有能力傷人的 前一陣子的法國的大火 我們當然很難想像 我們覺得很美的歐洲 怎麼最近變成這樣 俄羅斯現在很高興 因為全球暖化一直往北走 北極是溶掉的 西伯利亞會暖起來 暖起來它就變成一片草原 它就可以有農業了 但是往下走的時候 非洲啊什麼那些比較南邊的地方 就會太熱熱到它根本不能住 IPCC2021年也就是去年發表了一個 說地球真的已經到很危險很危險的狀態 所以我們如果去了解說 我們的日落就是別人的日出 我們了解這個太陽只有一個等等 我們應該就可以了解 為什麼氣候變遷需要我們很重視 把夕陽跟晨曦整個連在一起想的時候 我們就會想到宇宙 我們就會想到地球 講解文準備 咱拿瓶 咱看看 咱們 咱們